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ACI南加州学院教育讲座 我是郭主任 对大学面试的时候在看什么 其实我告诉你 他看就是看你成绩单上面 在你申请表上没有的东西 他就看这些 那很多学生不知道 在面试的时候 就把你已经填过的资料 你有的东西你写过的 全部又再讲一遍 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面试 我们跟这个很多学生讲 如果在面谈的时候 通常他给你每一项目 打分是一分到五分 五分是最高的 你拿到四分五分都是好成绩 三分平平 一分两分你都被扣分了 另外他写一个报告给学校 就跟他跟你谈话 可能是三十分钟 可能是一个小时 或者是更长的时间 然后他写一个大概三千多字 到四千多个字的一个报告 来describe 来形容你 所以你就等于要掌握在面谈的时候 要让他有一个写故事的素材 有些材料让他去写 而且要对你产生一个好感 所以讲说大学面谈的时候面试看什么 他看你什么 创造力 看到你想象力 看到你的责任感 看到你的成熟度 你是不是一个mature person 成熟的人 他看到你沟通表达的能力 一件事情你说得清楚 讲得明白 而且讲得有趣 非常的动听 那脸部的表情 肢体语言声音 都得到他的好感 就是相谈甚欢 这个相见恨晚 有这样子感觉 这个面谈就算是成功 如果是说话不投机 半句多 讲话都很多 冷场问了一些问题 看天花板 或者低头再看地下 在这个挠腮抓耳的话 这个面谈都不算是一个成功的一个面谈 学生将来在大学毕业以后 步入社会 你找工作 其实这个大学面谈又再来一次 只是叫做职场的面谈 重不重要 非常重要 因为你在找工作的时候 你把你的履历 你的经历 资历 学历 经验全部都送上去了以后 他的人事主管会安排一个面谈 看看你的气场 你的个性 脾气 想法 适不适合这个企业的文化 那同样的道理 在申请大学的时候 也是在大学在测试你 你的性格态度 想法 观念 跟这个大学的教学的这个宗旨 或者学校的校风 精神 还有他们要找的学生 他们的频率是不是相通 是不是能够互相搭配 能够配对 那如果你了解这些的话 像在ACI的这个申请大学的counseling 辅导这个学生 怎么样去做面谈里面 我们会教得非常清楚 会告诉学生说 如果说在面谈的时候 你要知道先要研究 这个面谈者的他的背景 他的教育背景 他的职业背景 他的想法 他有没有发表过著作 他是什么样的权威 你先了解他 再了解这个学校找什么的人 再根据你的特长 来设计你面谈的内容 所以这面谈 经过有教导过的面谈 都会是成功的 是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我们会告诉你 面谈成功 你进大学机会 更加胜券在握 今天我们谈在这里 谢谢你们的收看 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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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